美國馬利蘭州警方確認星期四攜帶衣霧彈和散彈槍 在一間報社開槍殺死五個人的男子是哈羅德拉莫斯 馬利蘭州官員說拉莫斯和馬利蘭州首府安納波里斯的報紙《州府獻報》長期以來一直有糾紛 當局說這次槍擊是蓄意攻擊 拉莫斯特意尋找行空的目標 執法人員很快趕到現場 但拉莫斯已經殺死四名記者和一名銷售助理 捕擊者說槍手在當地時間下週三點透過玻璃門向裏面開槍 然後衝入新聞中心向裏面的職員射擊 一名當時正在工作的記者之後發推文說 事發時他躲進桌底可以聽到槍手開槍並重裝子彈 拉莫斯目前在押接受當局新聞 川普發推文說他在從威斯康辛州返回華盛頓途中 知道槍擊事件的最新消息 他向遇難者及家屬表示哀悼 馬尼蘭州州長拉里霍根發出推文說 他對在拉納波利斯發生的槍擊感到極度悲傷 雖然發生槍擊事件 但州府獻報決定在星期五照上出報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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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